第一步,请各位一样去开一个新的文件 第二个的话,输入四个值 那特别注意,输入四个值的话 那当然我们需要四个变数去接它 底下的话是print,我们先把它delete 然后我这边给名称叫N1,一直叫N4 这个名称的话,当然不是固定 你可以自己取别的名字都OK啦,ABCD也可以啦 然后Inputs的特别注意 以前我们刮虎,前面练习的是刮虎里面 会请输入什么什么东西啦 因为这个考试比较特别 它基本上就是不用显示任何东西 所以请各位要习惯一下 将来执行的话,它不会有任何讯息 你就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它就直接帮我把它放到变数里面了 OK,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注意 不太一样的部分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基本上 在转型的话是用int 可是我讲过 就是如果用int的话 它会把有小数点的资料 把它变成整数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如果我用float的话 它会有个缺点 就是说呢 如果没有小数点的整数 它会加上点0 所以比较万用的啦 我建议你直接记一个叫eval eval 这个什么意思呢 它不管说你是整数 它就帮你变成整数 它如果是有小数点浮点 它就帮你留下有小数点 所以其实基本上 假如说你现在要转型的话 不然你就记这个好了 这个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eval 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输入四个值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把它print print的话呢 分成什么 这个 因为有左右嘛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所以呢 我如果说我今天第一个 我要把它print出来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 我前面讲过 print 那 那个format的规则是说 先双引号 给它什么呢 给它规则 什么规则呢 我们要输出的那个规则 规则的话 第一个就是 它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垂直符号 这个垂直符号的话 记得是在哪里呢 记得是在should加上entr的 entr的左下角那个符号 这个ok entr的左边左下角那个 第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要输入一个值 那这个值的话是n1 所以我就大瓜糊 大瓜糊里面的话 我这题目里面有讲到要7个字 所以就是 冒号7 刚刚有讲 那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2f ok 这个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2f前面有讲过 那7个字就刚刚讲的 然后呢 因为要靠 第一个要靠右对齐 题目刚刚有讲过 上面要靠右 下面要靠左 所以呢 如果靠右的话呢 你不需要增加任何符号 直接这样就ok了 那他说 第一个资料放进来 第一个跟第二个中间要加空白 所以你请你在大瓜糊后面加个空白 然后把前面这个大瓜糊再复制到这边 ok 就是一样的东西了 再复制过来 好 那这样就是有一个资料 两个资料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这样点format 那因为这里面的话有两个大瓜糊 所以呢 我们特别注意 我必须要在format的瓜糊里面 提供给他两个 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N1 第二个参数是N2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一个了 所以其实完成这边 还有还有 后面记得还有一个什么 后面有一个垂直符号 就这一个 所以把这个垂直符号复制过来 ok 好 那第一个完成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基本上的话 跟刚刚上面基本上的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 Ctrl C 贴上Ctrl V 那只是差别是 取得的那个格式是一样的 只是呢 我们要的参数变成N3跟N4 在这里差别而已 ok 所以你会发现输出一个 输出两个 这个一个 输出两个 ok 然后再来这两个其实跟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 我只要把上面这两个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之后 那底下这个跟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上面是靠右对齐 下面是靠左对齐 那靠左对齐 关键的地方来了 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 靠左对齐 在冒号的 右边加上一个小于符号 所以特别注意 我只要在这边加上一个小于符号 这边加上一个小于符号 它就知道是要靠左对齐 那其实我记的方法是这样 因为它有点像箭头 有没有 有点像那个 向左的那个 一个箭头 所以这个就是靠左对齐 好 那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存档 存成什么呢 以后的话 每一题的题号 前面加个A好了 A102 这样子 储存 那存完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完之后的话 因为一执行 不过很多同学执行完之后 就会发现奇怪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其实这是正常的 意思是说 你就直接在这边输入 输入什么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值 所以第一个的话 它要我们输入的是 应该有小数点 它有小数点 第一个是输入23.12 Enter 就是N1里面有了 然后第二个是395.3 第三个是100.4617 第四个是564.329 然后呢 四个都输入完毕之后 Enter 它就分别帮我print 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没给 Enter 知心 理论上应该 我再试一下 再run一下 理论上run一个两个 这个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因为input 它没有让你可以提示的地方 所以其实很容易让输入的时候 就比较没有那个输入的fu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即便程式写对了 但是你有时候输入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输入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拿那个 它提供的这个参考答案 然后输入看看 输入完毕print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得到的结果 跟它要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题目第一类里面的 这个结果 看到的是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恭喜你 这样其实就正确了 OK 好那请各位试试看 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